群众演员都很忙 李承鹏 我小时候在新疆 除了爱在长了胡杨林的小河沟 看抓破鞋这类文艺片 时常也去操场 看批斗会这种动作片 虽然破鞋的长相貌似较好 细节也更引人入胜 偶尔遇到小安这样的 还能听听萨克斯风 但从整体制作上 批斗会显然更上档次 是那时的国产大片 新疆地广人稀 走十里路都只见驼粪 不见人迹 可是每逢开批斗会 就会呼啦啦沙尘暴般 刮来了成千上万的群众 学生 工人 兵团战士 还有附近的牧民 表情重大 惊奇飞扬 人们密密麻麻围挤在操场 紧留中间的空地给被批斗者 到了1976年前后 这块空地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是本地坏人已批无可批 再批也了无新意 另一方面 此时据圣轰只有数月 不断有更阴险的坏人被揪出来 普通批斗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革命欲望 批斗对象上升到了中央级别 可这些坏人此时往往已住在一个叫秦的城里 只得由群众演员扮演 出演任务简单 用夸张表情和肢体语言暴露坏人的罪行 最后一个环节必然是踏上亿万只脚 勇士不得翻身 这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好大头的群众演员 他无疑是所有群众演员中最敬业的 不仅可以偷偷抹上些油彩 以突出视觉效果 被踏上很多脚石 身体站立 鼻腔居然能躺出长长的透明的液体 无论怎么被痛打 那长长透明的液体 也保证绝不断掉 这让我十分佩服 这时非俗辈所能做到 那一年我七岁 并不知背后深意 也不知中国马上要去到另一个时段 我坐在高高的篮球架上 看下面的他 带着写了坏人名字的纸壶高帽 翻滚流涕 引领上万群众的情绪线和动作线 是人生第一幅深刻的话 后来我知道好大头哈密铁路局基务段工人 他的演艺生涯扮演过一位前元帅后分裂者 又演过一位国家主席后工贼 也演过一位前接班人后叛国者 还演过一位年轻接班人后反党集团分子 我看到的这一段是演一位右倾翻案风的主将 他代表甲将自己打倒 代表甲的对手乙将甲打倒 代表乙的对手柄将乙打倒 代表柄的对手丁把柄打倒 如果他活得够久 他将一直扮演到把自己打倒下去 好大头的演艺史是一部我国宫廷矛盾史 可好大头演的一点不矛盾 因为他深信不疑坚决紧跟 无论前头是S线还是B线 绝不会跟丢 等再大一点我才明白 被围在空地的好大头和围住他的万众 其实是一体的 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众演员团队 自备干粮盒饭都无需发放 虽然他们不能决定剧本走向 剧本却写着他们的命运 虽然导演从来无视他们的存在 他们却要讨导演欢心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目睹台上的剧情风云变幻 制片人幻觉 主角反目 用最大的热忱和体力 配合一次又一次 开机或者咖 这是他们的一生 是我们的一生 有运气好的不小心成了王宝强 有的入戏太深 导演改了剧本时还不自知 被当成匪兵甲 一枪击毙在奋力攀爬的舞台边缘 等我明白这一点 已做群众演员很多年 我的名字沙利般写在本子上 不论愿不愿意都被他左右命运 后来我从新疆去了成都 再后来离成都很近的一个城市 忽然禁止在夜总会唱歌 却命令必须在大街上唱歌 2009年我去到那里 发现满大街都是激昂的演员 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刊登歌词 晃眼看上去就像伴的超女会刊 我过去的同行天天对着手机记歌词 我开始以为他们是装的 后来发现他们有时还真信 虽然不信唱歌治精神病 但相信城市有安全感了 贪官少了 唱歌会让球队增长士气 离开那座城市不久 我知道一个消息 会唱歌的球队降级了 后来我又知道 那个拼命把整座城市刷成红色的人 一夜间自己变成了黑色的 人民不需要主义 人民只需要谁赢跟谁走 整座城市又开始坚决支持中央的正确决定 坚决批判那个先红后黑的人 群众演员一如既往的忙 每个好大头都在热烈庆祝 拨乱反正 一切从未发生 所以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很正确 只是不方便看何丁本 我们这些中国籍群众演员 没什么可义愤填膺的 总之紧跟正确决定 如一时判断不出正确决定 就请耐心等待正确决定 已决定什么是正确决定 也不妨娱乐些 比起那些平庸的国家 我们总有那么多错误 等待我们及时拨乱反正 有那么多角色需要我们亲情扮演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这个山寨气息浓郁的片场 自出生之日 一切皆是剧中之意 不得跳戏 只是起飞前还是英明副统帅 坠机时就是反动叛逃者 头板还是领袖亲密伴侣 天亮时就变成阴险分裂者 花开时还是红色的 花落时退成黑色的 月半弯是接班人 月圆时变成野心家 中国语文最神奇的是 形容词和名词竟有实态 为紧跟形式 我不惜无数次在语法上 给自己洗脑 以作为一个 能有两句实领台词的 群众演员 2012年4月13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主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